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获取元素的方法,啊,就是第二种方法,是吧? 我们之前讲的都是第一,都是只有一种方法,是通过ID来获取元素,是不是呢?啊,接着讲的是什么?第二种方法啊,第二种方法是怎么获取元素呢? 那么这种方法是什么呢?是通过标签来获取元素啊,通过标签名称来获取元素啊,它什么意思呢?它是,它这个方法的名称是什么呢?是,getelement,这个是负数啊,这里有个S,getelement,是吧? 是吧?by什么呢?targetelement啊,通过这个来获取这个元素啊,那么它获取元素的话,类似于一个数组啊,类似于一个数组,但它不是数组,它是个选择集啊,不是数组,是吧? 那么你说类似于一个数组跟真数组有什么区别呢?就是它这个里面有些方法,有些数组的方法它是不能用的啊,不能用的啊,好,来看一下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标签获取元素啊,标签获取元素,好,看一下啊, 011啊,这个是,这是通过标签获取元素啊 好,这个是通过标签获取元素 那么的话,还得什么呢?里面有元素吧,假如说我这里面拿一个什么呢?ul,是吧?ul.list,然后这个里面假如说li,假如说乘以一个8吧 好,这是list,是吧? 例如说假如说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个list1吧,好,再拿一个啊 再拿一个,比如说list2,是吧?ul,然后是这个,ul.list2,是吧? 然后这里面li,乘以一个什么呢?乘以一个,乘以一个,乘以一个5吧,这样子的,是吧? 好,两个例子的,是不是这样子啊?两个例子的啊,好,编个号啊 好,那么的话,这个时候我要做什么呢?我要获取这些li,是不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用之前的那个id的方法获取的话,那么就很麻烦了吧,是吧? 这八个li,是不是要获取八次啊,是吧?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要怎么样呢? 用新的获取方法,是吧?那么用这个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通过标签获取啊 好,标签获取啊,好,那么同样的,就是说我们通过标签来获取这些元素的话 同样的,就是说它是从上往下执行的,是吧? 我们一开始来获取它的话,还是怎么,获取不到,所以说怎么样呢? 还得写window on load吧,window on load,是吧? window on load,然后等于一个什么?function,是吧?function,啊? p1,啊? 好,那么的话,这个啊,好,来获取这些啊,获取这些li,那么先,首先我来获取一下啊,比如说ali,啊? 好,这个时候因为获取了,这个li的话是,是类似宿主的,我就用a来表示啊,ali,啊? 好,前面还得用一个vap,就是用ali来存这些东西啊,比如说ali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什么?document,啊?document,啊? 然后是,这个是getelementelements,是吧? 好,这里有个s啊,记得啊? 然后是by什么tugname,啊?这样子的,是吧? 那么跟我们的那个id有区别吧?id是getelementbytug,是吧? 它是getelementbytugname,啊?好,这个里面的话就写什么呢?写这个标签名称啊?比如说我获取li,是这样的啊? 获取li,啊,那么就怎么样呢?比如说这里,是吧?li,这么写就行了,是吧? 好,这么获取之后要干嘛呢?是吧?可以干嘛呢?啊?比如说我来先看一下它的获取了多少个,是吧? 那么的话,它里面就有个lens,就可以用它的lens来看一下有多少个,啊? 比如说我谈一个什么呢?alert一个ali,它的什么?lens,是吧?lens,啊?好,lens,好,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 好,写一下吧,那么还是这个 这是通过,啊,通过,通过,通过标签,标签名称,过去 Lens,啊,Lens,啊? Lens,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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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ns 好,那么的话,这个是,儿,嗯, 读取是吧 读取选择集 类 元素的个数 元素的个数 那么的话通过标记名获取LR元素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是生成一个选择集 生成一个选择 选择集 选择集 它不是数组 它叫选择集 然后负质给什么呢 负质给这个ALI 是不是这样的 负质给ALI 好 这样子 好 它这个选择集 但是选择集里面有方法是类似的 比如说这个数组的Lens是不是类似的 是吧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之后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这个 看下它 这个弹子多少 是不是13呢 13是吧 好 13的话 那么大概是这个 前面是不是有8个啊 是吧 8个加上这5个是不是什么 是不是13个啊 是吧 好 13个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 假如说我这个时候想操作它们是吧 假如说我想把它们整体的怎么样 给背景色 整体的给背景色是吧 那怎么给呢 我可不可以这么给啊 比如说我ALI是吧 ALI它的什么呢 它的 是 Style 点 Background的啊 UND是吧 然后是Color是吧 好 等于一个什么 gold 是吧 看一下这样行不行的 看一下这样行不行啊 好 这样的话 再来刷新一下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好 这样是不行的是吧 那么看一下啊 13 那么这样是什么 不行的吧 不行的啊 好 它这个是不认的啊 不让你这么做 不让你这么做 而且的话怎么样呢 还有报错是吧 报错 看一下啊 什么报错呢 就是说它怎么样呢 它不能设置这个属性吧 Color的set property 不能设置这个属性啊 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什么呢 ALI它是一个什么 选择级的对象啊 那是一个选择级 它不是指的某一个什么 标签吧 不是指的某一个标签 那么这个标签的话 就没有这个什么 时代属性吗 我指的不是 某一个具体的标签 我是指的 整个一个组 是吧 整个一个组啊 这个组的话 就没有什么呢 没有这个时代属性 明白没有 只有这个组里面 某一个元素 才有这个时代属性啊 所以这个的话 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能操作的啊 这个是不能同时操作啊 不能同时 不能同时给什么 不能给选择级啊 不能给选择级 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什么 样式属性啊 好 不能给选择级设置样式属性 是吧 那么这个属性是可以的 是吧 这个nance属性是可以读的啊 这个属性的话怎么样呢 不能写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是吧 我们想操作这个什么呢 操作这个选择级里面 这些东西是吧 那么如果我真想设置 这个背景色怎么样 还得怎么样 还得用这个循环 是吧 循环来设啊 啊 用这个货循环来设 是吧 货循环怎么设置呢 那么一样的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我们再说一下 比如说这个 这个啊 比如说我想操作 某一个里面的LI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么写吧 那么就用下标啊 跟数主又是一样的 是吧 比如说我想操作 这个第一个是这样的 操作第一个啊 操作第一个的话 比如说是A 什么LI 是吧 比如说啊 这样谈出来没意义啊 比如说我想操作 这第一个 我把它背景色设一下 那么可以这么设 是吧 好 比如说ALI 它的什么呢 这个第一个就是 零个吧 是吧 好 它就是代表着什么 这个LI 有没有没有 是吧 好 我设置它的什么 是代点 Background的Color 这个是可以的 是吧 得一个什么呢 够的 好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把第一个怎么样 加到背景色 加到背景色 好 那么怎么呢 就说这总共有15个 是吧 总共有15个 如果说我不写货循环 怎么样 是不是要写15句啊 得写15句才能设置啊 那么这个时候写货循环 就可以了 是吧 比如说我同时要设这15个 是吧 同时要设这15个啊 那么的话就怎么呢 来个货循环 是吧 好 一个 那么我可以什么 先存一下 存一下是吧 存一下的话 那么用一个东西存一下 是吧 挂一个什么呢 I LEN 就等于这个 ALI 它的LEN 是吧 存一下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就换成这个 是吧 换成这个 好 换成这个 然后是 I++ 是吧 I++啊 好 然后是怎么呢 就是每一个什么 每一个ALI怎么样 就是设置背景色吧 是吧 设置背景色 就是ALI 然后是什么 这个里面写什么 写这个I吧 是吧 这就是下标吧 是吧 下标 那么这个I是不停的变的 是吧 就是有几个就 就什么 执行几次啊 它的Style 什么呢 背光的Color 是吧 等于一个go的啊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是吧 好 整体的 这个加这个背景色的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 好 那么整体的叫背景色了吧 你叫背景色啊 好 好 刷新一下啊 这样子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问题 是吧 假设说我这个时候 我不想什么呢 我不想他加背景色啊 我就想他加背景色怎么办呢 是吧 我就想他加背景色啊 我不想他加背景色啊 那么这个时候 我这么选的话 实际上是怎么样 是不是 把它全部都选了 是吧 我现在只想 按范围来选这个LI 我想选这个UL里面的LI 我不想选这个里面的LI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就什么 就这样选 是不是有问题啊 是吧 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它会选择什么 页面上所有的LI 它会把页面上所有的LI 选中 是这个问题啊 所有LI的选中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怎么呢 我不能精确控制吧 我想选某一个区域里面的LI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啊 比如说我这里面啊 给这个UL呢 或者这个UL啊 给两个UL 比如说给他ID 给他ID啊 假如把这个改成ID吧 改成ID就行了啊 这class我们根本就没用是吧 假如说这个是ID啊 这个是ID 例子的二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选呢 这么选啊 比如说我在下面来选一下啊 好 假如说我来这么选啊 比如说这个 呃 我先把这个UL选中可不可以啊 先选它啊 比如说是这个 把一个什么呢 OUL啊 OUL啊 等于这个什么呢 Document 是吧 Document 点GET 这个时候用什么呢 用ID来选吧 是吧 Element Element 是吧 By ID 是吧 好 先把它选中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 List1吧 好 先把它选中啊 好 选中完之后我怎么样呢 我在它这个里面再来选什么呢 选Li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写呢 比如说再这么写啊 再挖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A L I A L I 这个已经有了吧 是吧 这是它吧 我这个是二 是吧 二的话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 我就不知道什么呀 我不在Document上选了 选了啊 我不在Document上选 我在它上面选 那么怎么写呢 这个 O U L 然后是怎么样呢 点GET 什么 这么写啊 GET Elements ByTagName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再来选啊 比如说这里面的Li 好 这样选 是吧 好 这样选完之后 干嘛呢 我这个时候啊 我这个时候 我弹一下它的Lens 来看一下 它到底有多少个 是吧 好 弹一下啊 A L I 一个什么呢 A L I 二 它的什么呢 Lens 是吧 看一下它选了几个啊 点L Eng G T H 好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我来刷新一下啊 好 这个时候谈的是不是什么 八个吧 八个啊 八个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里面的这个第一个U L 里面的L I的个数啊 就是八个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达到精确控制了 是吧 好 我就可以选择这个里面了 是吧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不是Document上选的 就是直接在O U L上面选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就可以用它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里面这个什么 这些L I的啊 好 这些L I的话 假如说我想这么做是吧 做什么呢 比如说啊 这个地方我可以先住一下啊 好 这个地方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啊 好 这个是同时怎么来给所有L I 加背景色啊 好 这个是同时给所有的 所有的L I 啊 加背景 背景色啊 好 我这个时候把它注掉了 是吧 注掉的时候这个时候没有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好 这个是没有背景色 我把它注掉了啊 这时候我要干嘛呢 我想给第一个L I 啊 第一个L I里面的 第一个UR里面L I 我想隔行加一个背景色 是吧 隔行加个背景色 可不可以啊 可以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一样呢 我可以什么呢 还是得用循环吧 是吧 好 我这么写还是不行是吧 比如说A L I啊 A L I2的话 然后什么 大一点白光了 这个是这个不行是吧 这是不行的啊 这个是不认的啊 好 因为它这个选择集 它没有这个什么呢 没有这个时代属性啊 它也是一个选择集啊 好 那么的话 那我们还是用循环吧 好 循环之后怎么样 先获取它的 先把它的Lens拿出来吧 再拿一个什么 I L E N 2 是吧 好 就等于它的 A L I2 它的什么呢 L G N G T H Lens吧 好 Lens啊 好 这个时候我用循环来做 是吧 好 4 是吧 4 然后是 1 什么 I等于0 是吧 I等于0 好 I小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A 这个 I Lens 2 是这样的啊 Lens 2 然后是什么呢 I++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想怎么呢 把 把这个L I 这是隔行坏色 是吧 隔一个 隔一个 给一个背景色 就是说 这个给背景色 这个不给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给背景色 这个不给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这个时候 什么样呢 我用一个判断吧 是吧 好 怎么判断呢 一辅什么呢 一辅这个I 什么样 I 然后是 假如说是磨上一个2 可以吧 I磨上一个2 如果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0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好 这是第0个 0磨上2 是不是等于0呢 好 这是第1个 1磨上2的时候 什么 是等于1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的话是什么 2吧 2磨上2的话 又等于0吧 是吧 相当于是啊 好 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才做什么呢 才做这件事情啊 不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我就什么都不做 是这样的啊 好 然后是这个 AL2 它的什么呢 这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I吧 它的什么 Stand 点什么 外观的Color啊 好 假如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够的吧 够的啊 好 好 这样子的话怎么样 怎么样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了吧 达到这个效果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格罕幻射啊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实际上这个格罕幻射 我们用摄像师3 是不是一式性就给射好啊 是吧 所以说什么呢 这个摄像师3和戒然是在抢风头啊 实际上有这么个趋势啊 摄像师3的有些动画的话怎么样呢 戒然是也可以做 摄像师3也可以做啊 那么的话 建议的话怎么样呢 还是用师3来做啊 师3的性能高一点啊 这样子啊 好 我们之前不是用的NTH吧 如果是用NTH什么呢 那个2N是吧 是不是一式性也可以设这个格罕幻射啊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这是用程序来控制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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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